不少兄弟跟我说 说使命召唤手游五周年抽了不少皮肤可捺了 让我抽一下体验体验 哥们 这还用体验吗 但凡是马自开头的游戏 你告诉我哪个游戏抽奖不是保底 没有套路 我还新出个新人物 我还新出个枪 咱直接从那个去 我看这挺热啊 就这出场动画兄弟们 可以啊 出场动画满分啊兄弟们 这个游戏设计的皮肤 首先第一点是硬核 这一点其实挺值得一体的 你看两个个骷髅 走 游戏飞机有用啊兄弟们 上来给我整个飞机 走 他最刺的就是纸的兄弟们 这不又回到以前了吗兄弟们 光光光先把没用的给一顿给你抽 把好的全包围上 这不一顿去上来就 什么烟雾弹 这那的花花一堆没有用的吗 怎么 这是啥挂件吗兄弟们 不你是一个挂件 你为啥要做一个橙色的挂件啊 我还真醉了兄弟们 真是花油百样红啊 游戏与游戏不同 在人生都是最仪器 食物量最低的 都给这来变成成色的了兄弟们 下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这名片吧这是啊 肯定是名片 我都不用想 绝必是名片 下一个然后是枪 捏手头的兄弟们 来走 350 走 肯定是枪 然后最后衣服一出来 不是 不是 你马还是你马 他从来没有变过兄弟们 我说实话他从来没变 然后这不衣服了吗 不用抽了 衣服了 游魂 T3 OK 第二阶段开始 还有第二阶 抽完第1阶段还有第2阶段 第2阶段是啥呀 抽材料 这啥 骑兄弟们 就是给敌人打死了 往他河那儿插骑 这最起码没准点的好了 咱说 他能抽的好多呢 这个 哥们你能上到第2排吗 能把3020的 200个50的给我走几个吗 你就在会的15个跟那个拔个那点晃是吗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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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拔个拔个15 15拔个拔个9个 漂亮 全 说哈了兄弟们 我说哈了 全干进去了 好抽个人把人一整 说哈了兄弟们 玩一把 钱都花了能不感受一下吗 新人 新枪 新皮肤 新地图 开干 就说白了你不管是手游吃鸡 还是FPS 我从小就玩我15年枪龄 我打他们 我真的 哎呀哎呀 花钱就不一样 他在飞机上都有动作 然后好像要进攻地球似的这家伙 这啥意思 点击插旗 哈哈哈 给人杀了还得还得插个旗 我先赶出来这个皮肤 这小光笑挺帅的显示我杀三个人了吗这是 看 杀人变伞这个枪兄弟们 杀四个 又变伞了吗枪 这显示真帅的显示动作 我跟你说就有的动作你这枪就不买买你知道吗 再没事玩一玩再把玩把玩都有感觉呀 哎呦 还能变 哎呦 磕金体验感不错兄弟吧 说实话才不错 还得接着杀人呢兄弟们 争取把这个干到满级我看看颜色什么样 哎这个切枪的感觉真好哎 你看 我说实话兄弟们我第一回玩这游戏啊 给了我态度的震撼 我就感觉玩这个游戏 买皮肤 我体验感真好 这热成像吗这是 兄弟们该说不说的啊 这使命召唤首有五周年 不管是出的枪皮和医护 感觉体验感跟这个特后感是最好的兄弟们 继续